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2024年1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订阅小铃铛喔 2024年终于来了 那么1月份跟之前第四季完全不一样 第四季有一些纷扰混乱 那么在这个月份 都会开始慢慢的停止 这个月份是非常适合工作结案的时刻 因为整个星象都告诉我们 做事容易有效率 那么不只是因为 在1月2日的时候 水星结束逆行 更重要的是 这个月你会发现 很多的行星都会陆陆续续的 进入到摩羯座 例如4日的时候 火星进到摩羯座 14日的时候水星进到摩羯座 23日的时候呢 精心进到摩羯座 更不用说呢 1月20日之前太阳都在摩羯座 我们知道摩羯座呢 它代表的就是组织 规划 而且呢 要把目标完成 达到目标的这一个特质 所以这个月 非常适合大家呢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赶快完成 当然也包括了新年的计划 但是呢 另外一点要非常非常注意啊 这个月呢 有一颗闪亮的主打星 叫做冥王星 冥王星呢 在我们的嘉音学上呢 代表结束 重生哦 所以这个月份呢 这个冥王星呢 它暗示着我们 很多事情都将会结束 可能在1月份结束 也可能是从1月份开始 展开这个结束之旅啊 整个第一季都容易有这样的现象 怎么说呢 我们会看到呢 在这个1月份 1月11日的这个新月 它呢 就强化了这个冥王星的力量 那么在1月21日的时候呢 冥王星从摩羯座 进到水瓶座哦 所以呢 有一个风水轮流转的现象 但是它带来了一个新的方向 再来呢 1月26日的满月 又强化了这个冥王星的力量 所以新满月 它都一直在强化这颗星的意思 就是说 代表这颗星 它代表的意思 在这个月是重点 那冥王星就是有一种死亡 然后投胎 重新开始的意涵 而且呢 1月26日满月的隔天啊 1月27日 天王星也要开始顺行了 那么天王星代表的是一种 革命抗争 推翻过去旧有的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 在1月下旬之后 甚至1月底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出现 都带有着一种 这个年轻的推翻旧的 新的开始 然后呢 旧的要退位的那个现象 那也可能会有一些抗争的情形出现咯 那么当然 在这样的星象当中 我们来看看幸运的族群好了 这个月呢 其实最幸运的族群 就是上身或太阳带 金牛处女摩羯座 这些土象星座的族群 是你吗 是你身边的人吗 恭喜你们 基本上呢 这个族群在整体的浴室上面来讲 都是超越其他族群的 那同时呢 不管是事业感情都很旺哦 所以要先恭喜你们 那讲到感情 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就说 只有土象吗 当然我们会看一下 代表爱情的金星在哪里 基本上呢 在这个月份里面 金星在1月23日以前呢 都待在射手座 所以呢 在1月23日之前 我觉得如果呢 你是太阳金星哦 或是上身在白羊 狮子还有射手的朋友 其实你们的感情上 也有一些不错的机会 至少有一些小确幸咯 约会吃吃饭什么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个别族群的运势重点哦 这个月份啊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 叫做上身或太阳带 基本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身或太阳带 在白羊 巨蟹 天秤 还有摩羯座 这个族群呢 你们要记得 从1月一开始哦 甚至呢 最晚是从1月11日的新月开始 你们的人生就会发生 这个天翻地覆的一个转变 因为呢 迷惘心会率先走进你们的生活里面 告诉你们 哎 有些东西你不能够再持续咯 有些东西你要舍弃咯 你要再转换咯 所以对于上身或太阳带 摩羯跟巨蟹的朋友 你们要注意身边的人际关系 要注意自己的计划 会不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影响 那当然这里面呢 摩羯座的运势是非常旺的 所以呢 上身或太阳带摩羯的朋友 很适合做个人的计划 也许你想要创业啦 这个结婚订婚啦 或是你有什么重要的发表 这些会影响到你后续的 这个关系的变化 那反过来讲巨蟹座不太一样 巨蟹座能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关系有重要的改变 比方说 哎 交了新朋友 有恋爱的机会 或者是从朋友变情人 也可能从这个情人变朋友 觉得好像不适合啊 做回朋友好了 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作关系 或者是哎呀 之前的关系不太好 算了拆伙 或者是就可能保持距离 这些在这个月份 巨蟹座是容易的啊 那另外呢 上升 或太阳带这个 白阳跟天秤座的朋友 这个月份啊 在事业 人生方向跟家庭上面 特别容易有重要的改变 比方说 你可能决定 嗯 要离职了 也可能你决定要转换跑道 以前呢 做餐饮 你现在要去做别的 或者是呢 你有可能 公司组织改变啊 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内容 还有老板也换了 那有些人是因为家里面 要搬家啦 要移民啦 也可能是 你要接长家业 或者是 哎 有长辈的这个离世等等等啊 总之 你们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发生 它会重新让你 哎 做出人生方向的新的选择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上升在 基本星座的族群啊 这个月呢 根本就是一场人生转变的大秀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族群 上升或太阳带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 上升或太阳带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月啊 嗯 你们是后劲非常强 在1月26日的这个满月前后 你们会有很多的震撼出现 这些震撼呢 它带来的是 可能是你有预期或没预期 也可能是你主动或是被动的 在这个满月左右的时候呢 这个固定星座的族群 会特别的有感觉 那当然这感觉里面一定会带有摩擦 但是这个摩擦也带来给大家沟通讨论 认识彼此的机会哦 那对于上升或太阳带金牛或天蝎的朋友来讲 这个月呢 你们往往会有很重要的事业上或家庭方面的改变 而这改变往往是忽然之间就出现了 比方说你忽然升迁了 或是你忽然知道一个挖脚的通知 你可能是你爸妈跟你说 我们要移民了 你要去念什么学校 这是忽然的 很闪电的 那当然这个闪电会让你开始去思考一些未来的事情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族群在这个月份 有可能很多就是一个所谓啊 过年前后离职 或是升迁的族群咯 那或许也是一个新的好的一个发展 再来看到的是最后一个 上升或太阳带变动星座的族群 包括上升或太阳带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这个月呢 好像有一点点没那么多干你的事情的感觉 但是 这个月呢 对于这个族群来讲呢 是需要争取权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12月年底的时候呢 很多事情很混乱 完全没有办法定案 或者是你现在水星终于顺行了 你发现哎呀 不对 这个计划有问题 这个预算有问题 这件事不能这么做 所以这个族群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都要重新的怎么样 确认检讨或调整 包括你的合约啦 或是你的旅行计划啦 那也可能你的一些活动 本来谁要参加 现在不行了 你要换人 所以蛮忙碌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们的财务上面 这个月你会发现 有很多需要重新确认的 有可能你花太多了 今天买太多了 或者是你的钱呢 可能跟你预期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呢 哎 这个月就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当然在这里面来讲呢 可能呢 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件事就是呢 这个运势有一项不一样的波动 比方说上身或太阳在处女跟双女的朋友 你可能在一月份的一开始还不错 社交忙碌或是玩乐的机会多 但是越到后半呢 你就要工作了 你就要乖乖的回家 这个办这个过年的事情 那反过来讲呢 上身或太阳在双子或射手的朋友 在一开始进入一月份超级忙碌 可是呢 反而在月中以后慢慢感觉比较顺了 有更多个人的时间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于一月份的运势分析咯 那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把握一月份 创造2024年美好的开始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